所以你要记住,做这个的时候,你是感受到核心是压着和发力的,加速,加速,加速,不是特别需要用力,你应该是跟着这个轨迹,加速,加速,加速,明白吗? 好,大家好,又是我Coach Fui,很久没见了,我们又拍了2023年第1期新的教学片,上一次我们拍完后卫课程之后,今次看回大家很多我自己的学生,包括其他网友会发给我的一些射波片段,综合了一些很大的问题, 甚至很多人看完这个投篮课程之后,会有不明白的地方,今天我们会做一个投篮补习班,补回一些做不到的误区,好了,大家有看今年NBA的All-Star Game,你会见到开始不是射Logo Shot,甚至是射中场的射球了,那如果你到今天都会发觉自己15岁以上,我都不是够力射3分的话,那你会未必清楚究竟我们射球的时候, 那个压弹吸拉的力量是怎样来的,那首先今天第一个练习我们要理解,我们身体里面最大的一个力量,就是一个凹边的力量,之前我们都说过凹边效应在罗湾那里,但其实我们会,如果我们有用到核心的话,我们是可以用到一个更加强大的力量, 我们先做第一个练习,就是我们在这里,在大约三分线后,或者你可以去到中场圈最前的位置,你先这样站定的,如果你是右手球员的话,你先用左脚,脚在你前面,右脚在你后面,身体和头部会在你中间, 好了,这个时候,你伸直一只手,可以向上摆,1,2,就是这样做,头部不可以向前,不是这样摆,记住是1,2,3,你会发觉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同时间,你核心会抽动,在这里会用力, 你就是用这个力量,两只手捉住球的外质,记住两只手都是直的,OK,然后身体,头部不要向前,记住伸直的手,1,2,3,抛球,去到蓝框和蓝板那里, 你不一定要入无 shy,但你最少不要污膳,一个人挺直的1,2,3, 你是 mundo正在对手,不能就禁止 31,2,3,但不要向前,Master fertility, ocean,血型会 chant and water in water, 你不一定是需要入波,可是你最少要不要沃缠,个人是挺直的1,2,3, 1、2、3,拋到去南关里面最少三球 1、2、3,站直之下拋到去的 你要先用到这个力量,明白吗? 那我们来看看Matthew和CM的示范 OK,我们开始了 你会看到Matthew是会有挑手的情况 它会在最后挑起 你记住,我们是像一个鞋钮那样 拖出去,鞋钮是不会摺起手的 你不用再挑起 你试一下就是感受 由波带动你核心,然后拖出去 CM试一下 对了 对了 CM就是你会见到 它在最后的一下子 就是头头 因为心急会中低了 你记住 我们的头头一中低的话 其实你的重心就会扯前 如果大家有时候拿过 一桶水这样算 你拿着一桶水的时候 其实它任何的动力 它都会扯走你手臂 现在你的桶水 就放在你的头上 这个也是我们最多水最重的地方 当桶水一向前 你的核心就会散 所以记住 你要压住自己的核心 swing出去 好,再来 对了 轻轻跳高了 轻轻跳高 记住 记住 我们是 swing 手是伸直的 Go 对了 都是有跳高 有少少跳高了 有少少跳高了 还有呢 有少少污了向前 再来 好 记住两只手是伸直的 是 这个好一点了 好一点了 再来 一 感受到核心 压住它 对了 这个有少少跳高 还要进去 这个也是有少少跳高了 记住 我们在用的是什么力量呢 就是一个 我们 swing 好像打千秋的力量 我们通常打千秋都是这样的 会越打越快 越打越高 是不是 第一 你是不可以突然间用力的 就好像你打千秋那样 你很难突然间 发力令千秋越打越高 你只要顺着力量 是不是 上到最高的时候 用力压下去 上到最高的时候压下去 同样 我们这里 你不可以突然间发力 丢出去的 我们要顺着力量 swing swing出去 明白吗 我们就是要用着一个打千秋的力量 压着 放出去 顺着力量 放出去 第二样东西 最紧要是这一样 为什么刚刚CM第一球是会大针呢 就是因为 当你打千秋的时候 它的力量是来自 你外边的龙门架 是非常的稳定的 如果 我们的核心就是龙门架 如果你的核心一动的话 你的力量就会消失了 你就用不到那个摇摆的力量 你只会用到你肌肉的力量 所以你要记住 做这个的时候 你是感受到核心是压着和发力 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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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特别需要用力 你应该是跟着这个轨迹 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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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吗 加速 那接着呢 我们呢 就要用着这个力量 用回这个力量 左手是直的 右手做回射球的手腕 射球的手腕有个简易的方法 令到大家明白的 我们是这样的 拿着手 OK 放上去 拿着手 在这个 两个手持住的程序里面 第一 两个手腕会走出来 就不会黏住 第二 你要在上面 我们左手 是我们的基准点 就好像刚刚我们 中摆的动作 会放在这里 右手放在球上面 我们今次会加上脚力的 踏一步 然后用右手拉下去 记住不是推出去 一样是中摆动作 拉下去 你就会射到球 记住 看似我向前发力 记住我们是 中摆 向下拉 明白吗 中摆 向下拉 那两位又可以试一试 记住啊 我们用刚刚中摆的力量 加向下拉 来试一下 好 请不吝点赞